各位,我們就開始上課了 我們先把上禮拜買的東西 再檢查一下 上禮拜買的東西 譬如說 畢竟跟雷拉臺 畢竟就我們所知 在電腦裡面 最基本的單位 在存放資料的最基本單位 它是由零或者是一縮成的 接下來開會是來解釋 這個bit pattern 這個代表的意義 譬如說 01000001 這個8bit的話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 16境位的2境位來看待 這個時候 它代表這程度的65 如果你把它想 它是一個ASTI code的話 那我們這個ASTI的編碼裡面 第65號 就代表跟大連英文的字母A 如果你把它想的是一個 BCD的話 這個是 當成是 4個bit 一個10境位的 一個位數的話 那這個時候 它的數就變成41 另外 我們最前面一個bit 這個 如果是1的話 可以用來代表它是 負的一個資料 那 譬如說這樣的話 11000001 在沒有證負號的情況下 這個只是113 那 在USCOMPRIMENT 它是負的62 在USCOMPRIMENT 是負的63 那這個負的63 這個值 這個值 那 可能就幫忙拿一個掛數來 那 那這個 負的63 加上這個 證的103 其實兩個相加 這兩個相加 都是250 那我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 POOSCOMPRIMENT 那從Bubbill來講的話 就是2的8次 2的8次 就是兩代很少 所以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 200%的CAMPRIMENT 再下來 這個 ONSCOMPRIMENT 跟TOOSCOMPRIMENT 他們的 範圍大小 就是 Bubbill是 負的127到 正的127 如果是TOOSCOMPRIMENT 的話 它是 從負的128到正的127 再下來 是 有關於 我們在 這個 這個 用力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用力就是 包含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你這個值是怎麼存放的 它的格子長什麼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你的Operation有哪些 譬如說 我們這個IND X跟Y 那我們就說 我們就知道這個X 是一個整數 那將來總數的話 就變成物額境位 放到我們的資料 這個放到我們的 這個記憶體裡面 將來我們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X加Y 這個加的話 就是總數計算的加號 所以這個Operation 就是總數的 Float 是 時數的 有小數點的 那未來咧 我們這個加法 它就是 Floating Point的加法 運算 好 那這個 Extra Data Type 就是 從這個原始的 Data Type 那這個原始的Data Type 譬如說 譬如說 IP Float CAP 那這個在我們西原 在Action Proverbs的時候 也都用得到 那我們利用 這個原始的Data Type 在製造 在組合出 其他 更 大的 這個固件 那這個我們就稱它 叫做 Extra Data Type 那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會看到 State Q State List等等 這個 那 這裡是有一個範例 就是說 這個Nature Round 就是我們的自然樹 那 自然樹的這個 有關於 這個自然樹的定義 那就是說 我們知道怎麼存放的 那這個時間的話 就是 一般 從這個 0 1 2 3 4 這樣慢慢數 那在這邊的這個自然樹定義是說 580也放進來 那慢慢數 那方群呢 有哪些方群呢 就判斷說 有沒有等於0啊 有沒有相等啊 有沒有相等啊 他的success者是誰啊 success者是下一個 和記者是下一個 那 subtrade的就是減法印算 像這樣東西 好 上一次我們也看到 這個 n fractorial n階層 的 運算 那n階層的運算的話 你可以發現 Iterative的 這個 連算法 那這個是一個 Iterative的連算法 下面呢 這個Iterative 就變成一個4 loop 那我們就把說的東西 把它乘進來 就會得到我們這個 f這個詞 也就是我們的 n的 fractorial 另外 你也可以把它 想成是 recursive的定義 那n階層呢 就會是n 乘以 n-1階層 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也可以把它 顯成這個 n階層的recursive function 那下面這個就是 n-1 的recursive function n-1的時候 會打c 那 其他情況的話 就是n 乘以 factorio or n-1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 recursive的呼叫 好 再下來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今天這個 c的一些內容 那 我們這個 今天 所見要談的 是這個 mineA search mineA search 各位在 大義的時候 有沒有學過 大義 有學過請舉手一下 大義 有學過請舉手一下 大義 有學過大義 你覺得沒有學過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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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還沒有舉手 請舉手 請舉手 你不能一秒鐘做的事情都忘記了 舉手啊 舉手啊 有沒有學過mineA search 你講一遍 你不要 哎 用很大耳利 我跟背一樣的 就是在講一遍 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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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過還是沒學過? 你有學過? 那這個麥色學是什麼? 有學過忘記的 這個麥色學好 可能你們以前學中文的時候 有人把它稱為什麼? 二分搜尋法 有沒有學過二分搜尋法? minory其實是二的意思 二進位對不對 我們這個minory interpretation 二進位表示法 這個二進位的二就是minory 就是二 這個二咧 我們的攝取就是搜尋 所以是二分搜尋法 那這什麼意思? 就譬如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給你一個範例 一、四、五、七、九、十、十二、十五 這邊總共有七個資料 有八個資料 這個八個資料已經排好順序了 排好順序之後呢 假設現在我們想要攝取九 剛剛這個九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 先找這八個資料中間那一個 那如果你是八個的話 中間就是第四個或者第五個 第四個或者第五個 那我們就找這一個 就是中間這一個 九跟這個七比較 那你就發現這個九比七還要大 所以如果說這個九有在裡面的話 他一定是在七的右邊 不會在七的左邊 因為這個我們排好順序的 已經按照大小排好順序了 所以他如果在裡面 一定在七的右邊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動作 我們就把七 幫他七本身 左邊的這些資料 全部刪除 不要理他了 剩下的右方邊這一部分 找中間這一根 那右方邊的中間 這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十 好 那接著我們就知道 九比十還要小 所以如果 九在裡面的話 一定在十的左邊 好 所以十的右邊這一部分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管他了 下一個階段 我們找的就是 剩下這個九 那他是唯一的一個 他的中間就是他自己本身 那我們就找到了 這個叫做 MySearch 二分所學 你剛問過的同學 你不太知道 這個MySearch是什麼東西的 麻煩你寫一下 那尤其你說 誒 學過了忘記了 學過忘記了 跟沒學過 其實沒有差別多少 學過忘記跟沒學過差不多 那 這個 MySearch 這個東西很重要嗎 如果你是念電腦的 你如果存在設計的話 那這個概念當然是最基本的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可能說 我們這個資工系畢業之後 然後你跟他說 誒 這個MySearch 你有沒有沒聽過 不會好像知道 不會好像不知道 老師好像教過 也好像沒教過 那這個是完全不能畢業的 不要說這個資料 這個結構 這個有一個課 你如果這個不知道 寫這個課也不能及格 好 那並不是說 這個很難 所以你這個 不知道不能及格 不是這個概念 是你的學習態度 我們也不是說 考了這一題 你這一題答錯了 我就不讓你及格 也不是這個意思 是你的學習態度 如果你這個東西不知道 那你這個真的是 在資工系很難混下去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好 那這個 剛剛說過 下面這個是 可能考試被考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做MySearch的時候 你的資料一定是Sort Sorted 就是排序的 我們翻譯成做的叫排序的 一定是按照順序大小才好的 這個排序可能是由小而大 也可能是由大而小都可以 我們這邊是由小而大 左邊小右邊大 所以 你要做MySearch 第一個 你要排序 那第二個 你要把它放到O6裡面 那 這個各位可能覺得 放在O6好像非常自然 那事實上 未來也會看到 我們有所謂的Leak List 有所謂的Tree 那你到底要放在什麼地方 比較方便做 做MySearch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Oray裡面 所以我們有幾位同學 就是坐在旁邊 為什麼坐在裡面呢 是 旁聽的是不是 啊 坐在旁邊是親愛的旁聽 不是自己啊 啊 裏面不是有很多位置嗎 是怎麼樣 是 也是滋空器的同學嗎 啊 這個是旁聽的啊 還是交的比較少 啊 沒有 因為我看到你坐在那邊 然後就坐在椅子上面 手就放著 也沒有直 也沒有筆 也沒有刻本 我覺得這樣很難吸收耶 你坐在裡面看 欸至少要把筆跟紙拿出來 這個非常重要啊 好 這裡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也有 好 好 再過來咧 時間複雜度 那這個可能 各位在 大一在寫文說 我們沒有去想過所謂的時間複雜度 那未來我們的資料結構裡面 我們就要開始想這些事情 時間複雜度 好 這個翻譯到時間複雜度 time compressed 時間複雜度 那在 在演算啊 這個領域裡面 或者在程式設計裡面 那我們用時間複雜度的概念 來表示我們到底 實行這個動作 這個工作到底花多少時間 那這個概念咧 在這裡就是我們這個叫做 order log n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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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 好 要把練成order 這個order 這個order就是 我們的量化的大小 各位真的是要 這個 這個 你真的是有必要把它寫在你的文字上面 要不然你現在在課裡面 你一定會找到一個字 好 這個念成order 那這個order是多少咧 order log n 這個是log 就是我們數學的對數裡面的log 然後咧 這個是以2為底 所以 一般我們在 computer裡面講order的時候咧 log 以2為底 這個log n 這個2 一般我們就不寫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談order的時候 這個log以2為底 會跟log n 以10為底 是同樣一個order 相同的order 那既然它是相同的order 所以我們就省略掉 到底是以什麼為底 那在數學上面的話 這個log 一般 在數學上面 是以10為底 那我們在電腦裡面 因為我們偶金位 這個mine search 像mine tree sort 等等 基本上都會是以2為底 但是不然是以2為底 還是以10為底 這個order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log n到底是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看一下 這個log n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你現在原來有 這邊原來有8個資料 那我搜尋一次 比較一次 就是9分7比較 那比較 當然可能答案對 可能答案還沒找到 那在這些9比7還要大 所以答案還沒找到 我們就把7的左邊這一部分的資料 下一次我們就不管它 就忽略回去 所以 你這個8個資料 原來有8個資料 經過一次比較之後呢 你就7的左邊 我們就不理他 留下7的右端邊這一部分的資料 所以就剩下4個資料 所以我們就從8個資料 變成4個資料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4個資料 我們找中間這一個 我們找中間這個 我們找中間這個 那我們找中間這個 我們也可能是 中間這個 大概可能這個 也可能這個 那我們可以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也是要找中間這個 然後我們就發現 這個9會在這些資料裡面的 某一邊 所以另半邊 我們就把它 丟掉不要看 所以經過一次之後呢 這個4個資料呢 就會變成2個資料 再來 2個資料呢 你也是要去比看看 像這裡 2個資料 比看看 比完之後呢 你就發現 就在一測 另外一測就沒有了 所以就剩下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的這個步驟 就經過一次 兩次 三次之後呢 你就必然可以找到 你要的哪一箱資料 那每一次咧 我們的資料料就減少一半 一半 一半 這個一半一半的概念 就是N的概念 這個N代表我們原來的資料料 八個 所以這個是一半一半的概念 我們經常會有一半一半的概念 或者未來可以看到 經常會有 兩類兩類的概念 那其實咧 都是每個東西 肉分的概念 那我們知道這個 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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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分八的話 二維底是零三 就是 經過三次之後 你就剩下一個 這個 我們同學 這個上課的時候 這個 有些同學就熟 如果 各位好 有人會這樣頂著 那有人 我比較重啊 用兩隻手 其實我在講說 現在這個同學 用兩隻手 這個有什麼缺點呢 這個缺點就是 你的頭啊 會覺得越來越重 動到什麼地步 動到會這樣老一點頭 有沒有看過這個 動現象 所以 各位在上課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手 自己帶著 把裡面找出來 你的手 應該是拿著筆齁 準備看哪些 地方重要的 有內容 應該把它寫下來 好 再下來 我們剛剛是 把這個 慢力設計齁 就是用這個範例把它 視作為電腦 那接下來 咧 我們要怎麼樣 談論 剛剛所談的這個方法 那這個咧 就在我們電腦裡面 我們最常 表示的一種 演算法的方式 叫做 這個 這個 虛擬 虛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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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這個 英文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叫做 叫做 那這個 這個 就是用來 表示 演算法的一種方式 快 就跟戲演一樣 比較 高階 就是它 涵蓋的 概念 比較多一點 那 通常呢 就是 有點像 我們的 程式語言 然後就有點像 英文 把它組合在一起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來看看 剛剛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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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跟戲演一樣 快 就是說 後面這個 過號裡面的事情 成立了 我們這一段要做 所以在這個 寫這個格式的時候 咧 它所借用的那個 格式戲演的格式 它是裡面 夾打一些英文在裡面 所以 就是 這個成立了 我們就 就做裡面的事情 快 好 好 那快呢 這裡面呢 這個 非常明顯的 這個戲演 不共這樣子寫 所以呢 這是用一般的 英文的 文字來 用這個事情 就是 There are more elements 就是 我們要搜尋的 各種類 現在還有沒有資料 如果還有的話 如果還有資料 那我們就做下面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事情 我們再把它 看一遍 順便我們把 剛才的這個 剛才這個是 一 四 五 七 九 我們把它做一下編號 那我們在寫部分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東西 放在array 剛剛說過的編號 對 那這個array裡面 你就會index 那這個編號咧 假設我們放在這個 我看這邊 這個是放在哪一個 對 放在A這個array 放在例子的這個array裡面 好 那我們這個放在例子的這個array裡面 這是第0個 這是第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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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我們跟 我們B造 我們C原寫 同文的語法的這個概念 從0開始跟他配號 好 一開始我們的範圍是0到7 所以一開始我們的let 就是0 第0個 我們的write 一開始我們的write 就是右邊那一個 右邊那一個 第7個 所以我們當然就知道說 現在是有範圍的 現在能耐有資料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範圍 有沒有資料 就看let跟write 到底裡面還有沒有內 好 那現在有 這塊是middle middle是中間那一句 那我們就是left跟write 相加除以2 雖然0加7除以2 這個middle的值 我們就得到了 根據這塊的各個東西 我們就得到middle的值 就是3 那因為我們不能存這個3點 我們就是創 我們相加之後就變3 好 所以第一次我們會找到的是 0 1 2 3 再來 這個 攝取的number 也就是剛剛我們那個9 這個9 就是我們攝取number 這個 是不是小於list of middle 這個在middle裡面的那個 那個值 跟我們現在這個9 我們要攝取這個9 我們要攝取這個9 進行底下 好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9 比這個list middle這個值還要小 對 還要大 還要大 那所以這個就不成立了 這個沒有成立 那攝取number 比list middle這個值還要大 所以這是成立的 那成立的話 我們的left 也就是我們左邊 他的範圍 就變成middle加1 所以下一次我們要搜尋的時候 這個left middle3再加1變4 right 下一次我們要搜尋的時候 我們的left是等於4 right 沒有修改 當然是等於7 因此我們的範圍 就從剛剛的原體是0到7 因此我們的範圍 下一次我們要搜尋的時候 他的範圍變成4到7 下一次我們要搜尋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再把它考一遍 好 那我們就再把它考一遍 這個 drmore elements 現在還有資料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譬如做下面這個 middle是兩個相加 那他middle是多少呢 這兩個相加除以2 就得到4 所以第5個 好那這時候我們看看 這個search number 我們要找的那個9 比list的middle還要小 比第5個這個10還要小 所以這時候right就是 middle1 就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right 就變成4 middle等級變成4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範圍 從0 對 4 對 4等於4 所以我們的範圍從0到4 4到4 那就得4 好 再下一回 middle這兩個相加除以2 那這個兩個相加除以2的話 這個middle就等於4 好 好 再給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條件沒有滿足 9跟我們現在找的這個 list的middle這個4 這個第4個9 當然這個沒有小理 也不是大理 那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的話 那已經相等了 那相等的話 我們就把middle 第4個 第4個我們就 噴回去 所以說答案是第4個 我們再看一個情形 他會變成沒有資料 假設今天我們要找的這個不是 不是這個 9 那非常明顯方便在裡面 所以前面的這個步驟跟剛剛一樣 做到這個 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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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search level search level 就是8 8比第4個還好小 所以他們 這個條件 8 8比第4個這個9還好小 所以嘛 他把我們這一步 我們要做這個 那這個時候呢 right就是什麼 middle-1 就得到3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剛剛middle-1 就得到這個3 那本來正常的狀況是 left比較左邊 right比較右邊 所以他是有放的 現在呢 你把它剪掉以後變成這樣子 下一次再去做 這一個判斷式 那這個判斷式就不成立了 為什麼呢 你的left是4 你的right是3 所以你的left在這裡 這個 好像錯位了 交錯 變成一個錯位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就沒有資料了 所以 這個演算法 就是如果有資料的話 它中間會 會return這個middle的值 如果沒有 沒有找到的話 你 經由這個 裡面都沒有資料了 那最下面就是not found 就是沒有找到資料 所以 就是把剛剛的你要搜尋的這個目標 從9把它改成8 那你會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你的這個 left跟right 居然那個left的值 比right的值還要大 那就代表說 代表沒有資料 好 那剛剛這個是 這個用seudocode來寫這個演算法 下面這個呢 我們就是用 用c的語言 來寫這個演算法 那寫這個演算法 這個概念跟剛剛的這個 概念非常的類似 那我們看一下 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就是完全是c的語言 最開始的時候 left等於你 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left等於你 然後 right 就是你的最右邊那個 那我們有N個資料 那我們array 在c的array的話 有N個資料 最右邊那個是n-1 因為我們c原是從你開始數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剛剛一開始我們設定的初值 然後接下來 剛才的那一句話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資料 剛才的這句話 there are more elements 到底還有沒有資料 那在這裡 我們把它變成 c的program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 left 是不是小微等於wine 也就是剛剛我們在講說 左邊跟右邊 這裡面有包含一個fun 它就是有資料 那到了最後面 這個沒有範圍 它就沒有資料 好 再下來 這邊所做的事情 跟剛剛一樣 就是 v2是 led跟y的相加除以2 那如果你這個x x就是剛才我們要搜尋的資料 所以我們正在寫program的時候 把剛才的這個search number 這個search number 現在我們到這邊的program的話 就把它變成x 就是這個x 到底是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a middle 那剛才呢 這個list 這個array的名字叫list 現在我們這邊的array名字叫a 事實上 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變數名稱不太一樣而已 那也是一樣 這個x小於a middle 那這時候呢 right就是 middle-1 如果x大於a middle 那left就是middle-1 所以這個做的事情跟剛剛一樣 那這兩個都沒有成立 這個也不是小也不是大於 那當然就是一定是大於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 middle 把它retimation 好 接下來是這個 所謂not found 那not found的話 到底要怎麼表達它 那這個就是看我們寫program的時候 我們怎麼表現這件事情 那在這邊呢 我們not found 我們就把它寫成-1 就是 你本來應該在這個範圍裡面找到一個答案的 那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話 那我就寫-1 就是 not found 好 再下來是recursive 剛剛沒有recursive 吧 剛剛就是我們一般的c的program 用這個fire loop 這個fire loop 好 這個 它是用這個fire loop來做的 好 再下來是recursive的program 我們怎麼把剛才的東西把它變成recursive 好 那我們看這個IMP 這個recursive 那你現在傳進來的 傳進來的 有一個什麼 它的左邊的left 好 還有它右邊的right 這個a勒就是我們的array x勒是我們要搜尋的對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一樣 判斷一下 先判斷一下有沒有範圍 所以這個left有沒有小於等於right 如果有的話 它就是有範圍 那有範圍勒 我們就要做剛才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哦 middle是等於left加right32 好 這個一樣 再下來 我們要把這個 比較小的那個情況 x小於a middle這個狀況 現在變成recursive 本來這個x小於a middle 好 如果比較小的話 你會把右邊丟掉 現在 我們看一下如果比較小的話 它怎麼把右邊丟掉 其實呢 我們就透過這個recursive 就是你要找的內容是a x ax 你現在是比較小 把右邊丟掉 換句話說呢 你要把右邊的那個指標啊 把右邊的指標 變成什麼 middle-1 所以這個mine search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recursive 補教 那現在我們補教的範圍 就是從left到 middle-1 那這個 這個事情跟前一個通文 把right改成middle-1 是一樣意思的 前面那個通文 是把right改成middle-1 現在這裡呢 是把這個right呢 由middle-1把它傳進去 記得齁 這幾個是要對應到 我們這邊的這幾個 a對應到這個a x對應到這個x left對到這個left middle-1 是要對應到right 就要再傳進去的 所以你的範圍 就從原來的這個left 到 原來的右邊 散掉一些 變成left到middle-1 好 那如果你的這個x 比我們的ab都還要大 那時候就 剛開始這個第一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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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們就變成 ax 然後middle-1 這個middle-1 這個middle-1 所以這個middle-1 是會對應到什麼的left 然後外展還能 外展還能 外展 一樣的狀況 假設這兩個都沒有成立 那你當然是相同 相同就回到這裡 好 那所以我們每次來呼叫的時候 呼叫進來之後啊 我們都要去檢查看 你的left跟right 裡面是不是有範圍 跟剛剛這個情況還是一樣的 一直往裡面縮 縮到某一個程度 你在呼叫的時候 你的left跟right 可能產生這樣一個情況 產生這樣一個情況的話 就是 left比較大 right比較小 那這個就是 就是交錯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沒有範圍 所以當它沒有範圍 假設這個沒有範圍 沒有範圍 沒有範圍 你就直接 return 就是沒有範圍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Mine設計的 recussion program 好 再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 更困難的 好 那這個是什麼呢 來 我們現在產生這個 ABCD的 所有的 permutation 什麼叫permutation 什麼叫permutation ABCD的所有的permutation 來我分一下東西 什麼叫permutation 排列 好 很好 那 四個英文字符的排列 總共有幾種 四個英文字符的排列 總共有四階層 我們算了 四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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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 我們的英文字符的排列 四個英文字符的排列 總共有四階層 兩字熟 1.2 總共有24種 那現在呢 我們也要Recursive概念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要先回想一下 之前我們談這個N階層怎麼算 那今天我們談這個4階層我們要怎麼算 4階層當然是什麼 4乘以3階層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Recursive概念 它是4乘以3階層 那這個4乘以3階層 跟我們的Premutation的關聯性 我們就是要利用這個概念 把4乘以3階層的東西把它做 好那什麼概念看一下 那你說那我用算一算 我一定可以把那個什麼 按照你各種邏輯概念 我把那個4階層的所有東西把它列出來 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 那可是呢 每個人列出來順序都不見得會一樣 你可能有你的邏輯概念 說我要先列A在前面 然後第二次B等等 你自己有一個概念 現在這個4乘以3階層 我馬上引進來 這個Recursive概念 這個Recursive概念在這裡 我怎麼造這個4階層的 ABCD的台類 怎麼把它造出來 那第一個概念 我就是把A放到第一個英文字 A followed by all communication BCD 所以就是我會有一段 我會有一段是A 然後呢 後面這個呢 就是BCD的台類 那怎麼排呢 BCD怎麼排 理科型的 我們現在談理科型的概念 所以它是理科型 還有呢 第二大段 B跟後面的ACD 還有第三大段 C跟後面的BAD 最後一段 B跟最後面的BCA 這個就是Recursive概念 這個就是Recursive概念 那你這邊有4個 1 2 3 有4個 那這4個就是我們這裡的4 剩下的呢 3階層磨算 Recursive 所以你這邊有3階層的 要去做排列 你這邊有3個 所以有3階層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3階層 所以這裡 你在寫這個4階層 本身的Recursive概念 就會導引你去做 這個排列本身的Recursive概念 那現在問題一個說 那你這個 A的後面是BCD 那第一個方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要有一個 有系統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有系統的方式 非常單純 非常單純是怎麼做的 ABCD 你看我們怎麼做 這個第一個段 第一個段是A 然後剩下BCD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變化 我們看第二個段怎麼做的 我就是把A跟E交換 我把A跟E交換之後 做A B就擺到第一個位置 然後剩下的就是ABCD去做 Frontation Recursive 這個是什麼做的 這個就是我把 ABCD ABCD 把A跟C做交換 這個你恐怕要寫一下 因為想一下部分就是要這樣做的 把A跟C做交換 交換完 然後B之後來C就跑到第一個位置 剩下BAT做Permutation 所以這個 這個排出來的東西啊 跟平常我們在寫的 那個Permutation也不一樣 那個順序不一樣 這個時候是C排到第一個位置 BAT在那邊做Permutation 最後這一段呢 那就 非常單純喔 就是ABCD 然後你就把A跟D交換 A跟D交換之後 D就跑到第一個位置 剩下BAC BCA 剩下BCA ABCD再度可能可以 Recursive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RecursiveProgram的 整個的概念 從這邊來 就在這裡 那當你 當你能夠把這個概念 把它 雕失出來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Program 把它寫出來 所以你要寫部分之前 你慢慢不好 先有一個概念 這個就是我們研發的概念 好 我們到這邊就先 下課休息